花坊里琳琅满目的虎头栏 有富贵喜气的红色粉红色 清新脱俗的青苹果色 还有亮丽吸睛的金黄色等 虎头栏的花朵 仿佛一只只飞舞的蝴蝶 让人爱不释手 农民也特别推出了 这个福气开头的蝴蝶栏 那今年又特别推出新的品种 代表黄金喜气 福气的黄金虎头栏 购买一盆代表福气开头的蓝花 回到家里过好年 花真的很漂亮 我今天买了八盆 这八盆准备要放在哪些地方 放在桌子上客厅 老板娘有教你怎么照顾吗 有 她刚刚有教我的 蓝园主人手里忙个不停 一边帮顾客打上支柱包装兰花 一边还不忘丁宁回家后怎么照顾 像这种花包的话 我们就要先放在外面 等它开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拿进去室内 花包开花后又要如何照顾呢 拿到室内一个礼拜之后 拿出来外面两三天之后 顺便浇水 然后给它一点阳光 搬日照就好了 然后在外面两三天之后 再拿到室内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再拿出来浇水 浇透把它浇湿 同屋的动作就这样子做 大概这个花可以放到两个月 业者表示虎头蓝这个产业很辛苦 一年只收成一次 而有时候研发出新品种 倒能稳定上市 要长达十年的时间 希望消费者能多多支持 新唐人雅的电视 小镇中李佩云 台湾南投报道 新唐人雅的电视